大家好,你大白哥来了,今天是2023年9月14日 今天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小将妮克出了什么事 小将妮克今天突然发出了重帮照片 他身上的肌肉量可以说增加了不少 在奥赛你打传统健美,肉量你上不去 人家根本不带你玩啊 特别是奥赛顶级运动员 身上没肉量你去那干哈基 这不丢人吗 这就不能说了 第两天在意大利职业赛取得第三名的这位德国罗曼 再看他和小将妮克两个人比 这个德国罗曼身上那味很重啊 感觉肌肉非常的不流畅 有些僵硬 如果你没有尺寸打无叉皮 你这不能取得名次啊 你不能滥用泰勒迷念这个话的讲话精神啊 你再看哈基库班 这肉蒸得跟那个球似的 你说人类的极限还有多么大呀 是不是再大他就不好看了 他就成肉饼肉块的肉冰箱啊 9月12号在墨西哥发现了一个外星人 说是在这个矿中发现的 这又一千年了都已经成肝了 你看这个外星人体型很小 头啊有点像苹果那么大 但是呢他没身上没肉 你看那时间2023年9月12号 这是刚刚出炉的呀 那外星人啊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说外星人是不是也连健美呢 健美事业在外星人上那有没有市场呢 我觉得可能选 达人这次题外话 你再看布兰登咖喱最新的状态 俩字还是什么 增量增肌 随着小将妮克英国大黑这种 超级肉型怪物的出现 布兰登咖喱 以之前像肖雷登那种纤细的形体 那已经吃不香了 而大拉美今年是否能够参加 现在还不得而知 从大拉美的眼神和这个鼻孔 我们能感觉到一丝味道 什么味道呢 那就是烤羊肉的味道 再看 怎么了大白哥有点兴奋呢 对了我刚刚醒完房 吃了一盒巧克力 他爸一直嘟咐他 为什么你得增鸡呀 你得增肉啊 像今年退休吗 孩子想继承家业吗 孩子 唯独你上不去 你怎么抗衡的小将妮克啊 哼特拉拔听完余色 得到他有点僵硬 不知道回答什么是好 他马上脱下了裤子 我展示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这大怪物英国大黑也没闲着 为什么 阿努德冠军之后 我这是我的天下呀 怎么才能赢呢 得想个招啊 不能期望其他选手 他当场晕倒啊 不能期望其他选手 提前撒手人寰呢 不太可能啊 只能我把这个机油量增上去呀 媳妇你同意吗 不同意怎么着吧 不同意我也得干呢 怎么着你还不喜欢 我这大黑家伙了是咋的呀 老公啊 孩子你好 怎么说中文呢 而你再看哈尼大弟子 Derek这不是也在增量增肌吗 这个腿部真的像已经打过 激素的牛啊 Derek同时也面临一个问题 什么他健康问题呀 小伙子其实上能说回到 在场上的表现还是不错啊 我指着嘴 随着奥赛的临近 最后几个星期 八个星期 大家的都不忘记 最后再增点肌 增点量 最后在台上 还是看着谁的维度大 谁最像 Monster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迪拜职业赛前 陈康和著名的古典造型王 两个人进行的肌肉对比展示 陈康每天一直坚持不断的 把自己最新的状态 展示给大家 古典造型王 已经提他抵达 提前抵达提办 看到陈康每天展示状态 是越来越好 是越来越佳 他也坐不住了 他也搂不住了 毕竟他去年奥赛的成绩 也不是很好 虽然你说这奥赛评判 看以前历史 但是如果你状态奇差 那也是胡扯他 造型王现在走的路线 和这个荷兰韦斯里 有点类似 提前把肌肉体质减得很低 弄得肌肉很干很干 当然看起来是好看 但是在台上最后 能不能拐用 那还单俗 造型王在正面 除了腰身瘦一点 其他没有任何的优势 这次造型王 同时也展示出了自己的背部 在前辈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腿后部和臀大肌 还有腿后部肌肉的一些表现 腿部与臀肌表现还是可以 从背部肌肉来说呢 也发挥了自己正常的水平 各位观众还表示 陈康的背部到底是怎么样 能不能战胜造型王 和这个魏斯里甚至轴斯 我们先看正面 刚才已经说了 正面来说对比造型王 可以说是两个字啥 无敌 两个人在形体上 在腰上区别最大 腰身呢 古典造型王比较瘦 而陈康呢 相对来说比较等宽 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 古典的风格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 大家比较关心的背部 两个人对比情况 首先看一下陈康 从目前的状态看 陈康的背部肉量 还是非常足 从2019年就发现 陈康的背部 还是非常惊艳的 背部的尺寸细节非常明显 从尺寸上来说 宽度2019年啊 还不是说特别宽 但是呢 以及这样的背部 当年也能拿到第五的成绩 2022年陈康的背部表现的 相对来说比较平淡 手臂三头二头的尺寸的 有所增加 从背部的肌肉形状细节来说 还是保有非常强的竞争 对比古典造型王 从背部来说 压力还是有的 所以说呢 背部的细节一定要表现出来 状态一定要做好 古典造型王的背部尺寸细节 对陈康也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一定要注意在台上 不能背部肉感很强 而细节不明显 那就不好了 但是话要说过来 你看2019年陈康的背部 他这个背部虽然面积说 不是很大 两大素和细节都出来了 再回看前一段时间 指德克萨斯职业铺 韩国运动员 他当时面临的两位大将 一个是古典王子大黑 另一个就是 罗根弗兰克里 两个人的背部都是很宽 肉量很足 所以说大白哥 为什么说要有先例吗 特这个就是先例 在场上 其他两个人的背部 也很惊艳 以韩国运动员 这个小尺寸的背 两大素也非常短 能取得冠军 还不光是看背 我跟你说 还是要看什么 场上的overworld balance 你是不是能pop 还有你的状态 还要说 你是不是有一块 非常让人亮眼的 一块很大块肌肉的优势 你比如说像腿部 这陈康有没有 当然有了 那是腿呀 现在腿后部臀大肌也非常强啊 说着今天刚刚 陈康又发出913状态更新 正好陈康把背斩了一下 我们看两个人一下对比情况 两个人背部 可以说古典造型王 我看到了排骨 而陈康 我看到了肉很多 这陈康的体质还没剪呢 再剪一剪 那就还了得呀 在陈康发出913状态更新的同时 我的天哪 小将柯恩和李大美哥 同时发出了三把火 这六把火将把陈康 拖向刺 独败冠军自帝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完整陈康 913状态的更新 我们看一下 他给大家又带来了什么惊喜 2023年在即金氏城河王世天 取得奥赛古典资格之后 陈康准备在迪拜职业赛 争取拿到入场圈 目前呢 魏斯里参加了Uropa比赛917 有可能取得冠军 取得冠军之后 魏斯里还能不能采取参加迪拜职业赛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这么说 在奥赛之前能和古典造型王 能和奥赛第五名陈康 同台竞争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当然几位选手曾经都有奥赛资格 说实话就差一个星期 谁不愿意把自己的状态 在裁判面前亮亮相啊 而且魏斯里如果917取得奥赛之后 他没有压力啊 他比较从容啊 他可以说是无所谓 高高兴兴的来参赛啊 但是魏斯里对陈康呢 也会构成一定的威胁 但是独败职业赛 重点还不是这个 对于运动员来说 重点是拿到奥赛的入场圈 要拿到陈康 必须要夺冠 必须战胜古典造星王 还有啊魏斯里 还有西班牙轴斯 所以轴斯作为西班牙主场运动员 能不能战胜荷兰魏斯里 我觉得啊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 轴斯个儿头矮 看起来呢气势不足 而魏斯里经过这几年的蜕变 也不是当年三年前的魏斯里了 所以说这次的比赛呢 是肯定好看 陈康呢一定要把状态做好 这点造星王在台上呢 他还是比较干的 所以陈康呢 在肌肉的干度 在肌肉的分离度上 还得素在下功夫 把能体现自己优势肌肉的部分 都展示出来 接下来同样参加男子健体的 蒋昆志呢 酒店都已经订好了 一行四人呢 是入住迪拜RBNB 从目前蒋昆志的犯态 他曾经呢在在国内 是略败于潮鹏 海外参赛经验呢 也并不是说像潮鹏那么多 这次蒋昆志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拿到啊进入第一轮 我觉得潮鹏这次呢 比2022年几次比赛的状态呢 都好一些 但是在台上呢还是肉感 稍微略大于他的干感 如果这次潮鹏再剪得更干一点 那就会成绩会很好 当然我认为进入第一轮应该是比较稳 他是故意把他和阿里表分开 这次潮鹏等于中间停了一下 休息调整了一下 这个迪拜职业赛他也会参加 这个没有理由不参加 趁热打铁是正好 我相信潮鹏在迪拜职业赛 进入第一轮还是非常稳 接下来就准备冲击一二三秒 在奥赛之前 美国男子界的精英前三秒 可以说是各有状态是各有表情 布兰登已经扬言要退休 是压力巨大准备夺四 而殷半个可以说职业联盟红人 可信心满满准备夺二 再次回归的大吉尔米 是心存侥幸准备得五 所以三个数字连起来就是什么 我三二 而另一位低调大将就是巴西卡洛斯 你别说卡西卡洛斯 平时的很低调 勒勒勒特 有点像喝多了 在台上你别说 在给人感觉是非常好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 他和陈康在2018年吧 参加这个巴西职业赛 两个人的拍照 我记住了卡洛斯 他可以说巴西健体第一人 比大鼻孔进入奥赛时间还早 2022年这小伙子状态有点不行 奥赛成绩一落落到15名 2023年他打起精神 准备回归马上在洛杉矶 大奖赛取得了冠军 卡洛斯是奥林匹亚前六名的选手 所以这次呢我看他也是有备而来 状态还不错 这次有可能进入前赛甚至第四啊 接下来917 马上还有一场重磅的比赛 就是Global Classic香港职业拿卡赛 这场比赛是非常重要 现场都不能允许拍照 也没有直播 官方还表示这场比赛 极具意义是见证历史性时刻的盛势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在现场会有大事要发生吗 而这次喜一个香港小伙子都准备参加 首先是我们的老观众老粉丝 香港帅小伙文武准备参加这场比赛 拿到职业卡行不行 那当然是一个字行啊 那上场比赛是一定得加油啊 小伙子长得是非常精神 这个头发理的是特别好 这种发型是我特别喜欢 显示出了男性的阳刚 胸肌还是非常的丰满 而另一位准备拿卡大将就是张生啊 小伙子长得是非常像香港的 著名的动作影星 他这种形态已经完全做好了 拿卡的准备 救死你 另一位在百年前出现在大麦哥节目中 他就是香港的肌肉小子 小子肌肉形态我挺喜欢 别看骨架子不大 但是特别招人欢喜 小伙子最大一个特点啊 除了肌肉好看 纹身也非常强 这纹的都是什么 肌肉小子正在准备2023年10月11号 Monster Zipore的一场大赛呀 小伙子现在腿部是特别棒啊 上身呢还得再增增肉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骨架子小只能用肉来填 背部啊胸肌啊让他斩起来让他丰满一点啊 在海坝上我还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谁啊 罗利文克拉 不是是我们的合聚闲呐 去年小伙子表现真是不错 登上了奥赛的舞台 在男子舰体界能登上奥赛的舞台是已经不易啊 能上台一次可以说一生的荣耀 为什么奥赛的入场券竞争是非常激烈 就在去年的Monster Zipore 合局线他就取得了冠军 稳稳的站在了中间的位置 当时这场比赛我看到了有大鸡灭霸和印度的舰体 第三啊第四人这么多抢手当中合局线脱颖而出 时钟将会播到2023年10月24号 窄碰破日本职业赛将会惊艳亚洲 将会有非常多的中国运动员退财 为什么这么说咱们看海报右边有三个头像 从上往下首先是职业副总裁泰勒 最下面是他的媳妇啊 职业联盟女皇 还有辅佐王子和王后的重臣 职业联盟奥赛主裁是尚书史蒂文 毕竟老Jim年事已高啊 王子和王后将会担起职业联盟未来发展的重任 泰勒是大喊一声平身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亚洲知名赛事摄影师老谢拍出的一张片 现在我感觉拍的是非常好 东京职业赛把路晨辉金士成雷英奇王世天刘翔几个人 这种几个小伙子友情和谐兄弟姐妹情都拍了出来 我是特别喜欢记住参加比赛拍片子俩字找老谢 毕竟我们看到了来自俄罗斯的 年轻的时候学校里学俄语 要学俄语你必须先会一个字什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怎么着 下期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